好 我们再来关注连日来 中国各大城市的大型景点和标志性建筑上 纷纷上演了精彩分成的灯光秀 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巨大成就 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璀璨灯光点亮了中国夜空 北京中央商务区楼宇群上 祝福与次第亮起 中央电视塔灯光秀 以《我和祖国共成长同心共筑中国梦》 两个篇章为主题 展现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成就 北京中关村70栋楼宇同步互动 楼体灯光秀展示了中国载人航天 探月 高铁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灯光璀璨的奥林匹克塔 鸟巢和水利坊等奥运建筑 金航大运河沿岸12公里的景观灯带 巴达岭长城的变幻灯光 把北京装点的流光溢彩 山东济南国际金融中心上的 《我在济南》向祖国表白字样 吸引市民拍照留念 成都地标建筑上 灯光秀每晚都有精彩上演 天津63公里的城市道路夜景灯光 把这个海滨城市装扮得绚烂多姿 感觉特别自豪为我们国家的骄傲 也主要我们祖国就是更加烦人尝试 很震撼 现在中国要强大了 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西安的一场灯光秀在高新区 长达18公里楼宇群上演 灯光秀以周边建筑为画卷 以LED点光元祖为时代之笔 在楼宇间书写出一幅幅灰红的画卷 感觉祖国日益强大 咱们生活咱也不见得越来越好 祝福一下祖国吧 我觉得我们祖国真的是繁荣长盛 因为我刚才来也看到这个变化也特别大 我就是也是祝祖国越来越好吧 在广州 珠江两岸40公里水岸 700多栋建筑 十座跨江大桥 共安装了超过60万盏灯具 恢红大气的灯光秀 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快速发展的城市形象